3月可谓是Xbox玩家用户的狂欢月 微软不仅在3月12日宣布 B社起下20多款游戏咔嚓一下 全都加入到会免名单中 在3月16日 微软又宣布 11款游戏也扑丝一声加入到名单中 其中就包括了像是尼尔 机械纪元 八方旅人等优质游戏 请把XGP真不错打在公屏上 而最劲爆的是 我非常期待的先驱者 也将会在游戏发售首日 就供Xbox会员免费游玩 那么本期视频 我们就主要聊一聊先驱者 加入Xbox会免名单后 对Xbox会员以及非会员带来的好处 在进入正题之前 我先汇总一下 对于先驱者加入会免名单后 会员玩家可能会有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 如果我之前预购了游戏 那么我还能退款吗 完全没有问题的 现在只要登陆微软账号 在游戏预购记录里的相关选项中 就可以选择取消预购 那么通过会免获得游戏的玩家 会获得游戏的预购奖励 地狱游侠内容包吗 首先先来介绍一下 什么是地狱游侠内容包 这也就是预购玩家的一个小福利 里面包括地狱游侠男性和女性套装 是一把独特的地狱游侠系列武器 以及地狱游侠卡车模块与贴花 也就相当于在具的造型 官方表示 只有花了钱预购游戏的玩家 才能免费获得这个内容包 而通过会免获得游戏的玩家 将无法获得此内容包 但是 此内容包将会成为付费DLC内容 也就是说 会员玩家依旧可以通过付费的方式 购买此内容包 最后 如果玩家是在Xbox平台体验的游戏试玩版 则可以保留游戏进度 而如果玩家是在其他平台体验了游戏试玩版 则无法跨平台保留游戏进度 回答了这么多问题 那么我就来聊一聊 这一次会免对玩家带来的好处 对会员玩家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 省去了原本299元的游戏钱 让手中的黑盒子变得更闪闪发光了 那么对会员玩家就没什么好处吗 其实好处也是有很多的 首先 游戏是支持跨平台联机匹配的 而如果先取者加入会免游戏中 将会增加很多活跃玩家 让游戏的服务器不会变成一座死城 据报道 Xbox会员人数已经突破了1800万 如果仅有1%的玩家选择体验这款游戏 也会有18万的活跃用户 所以对于想要体验联机 却没有好友的小伙伴们 是一个很不错的好消息 而另一个好处就是 有可能这一次会免 会直接影响到游戏后续DLC的更新计划 而等凉凉游戏的区别就是 先取者是一款相对完整的刷子游戏 也就是说一款涉及刷子游戏 所需具备的元素和功能 或者是游戏内容 游戏本体都已经涵盖了 而游戏也不会有其他的 类似季节活动之类的后续更新 那当然还是会有 正常的优化补丁之类的更新的 只是不会有游戏本身内容的更新 但是之前游戏官方人都飘了曾表示 目前游戏虽然没有任何DLC的计划 但如果游戏反向好的话 不排除推出后续DLC的可能性 人话就是 如果游戏能赚钱 我就出后续DLC来赚更多的钱 而这次游戏会免 无疑会让更多的玩家注意到这款游戏 让活跃用户数量和活跃时间暴涨 从而让开发商的能够看到玩家 对游戏的反响 从而让游戏出后续DLC的可能性提高 当然这都是建立在游戏本身质量 有保证的前提下 其实在试玩版开放之后 我也陆陆续续看到了 很多玩家对于这款游戏的反馈 游戏试玩版说实话 确实有很多不足之处 例如过场动画的抖动 音画不同步 游戏优化等问题 但无疑这款游戏 也有很多吸引玩家的地方 例如武器和模组的多样性 和四个职业的可重玩性 我也希望官方能在游戏发售 减队游戏有更多的优化 让口碑不至于像其他游戏一样 崩塌式下滑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